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昨天在三军六校毕业联合典礼上 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而且影片一整天在网路上被疯传讨论 当总统与高阶将领陪毕业生拍摄大合照的时候 一位空军官校的毕业生配合比出握拳手势 结果不小心打掉坐在他前面 国防大学校长刘志斌的帽子 而当事人亲自在影片留言区签到 说事后有跟上将鞠躬道歉 当下也差点吓到腿软跪下 也有人开玩笑地说恐怕毕业急退伍 空军 一声战力强 女军官举起右拳 却不小心打掉国防大学校长刘志斌的军帽 这嘴心张得有多大 心里就有多惊吓 旁边的女同学亲眼目睹整个过程 也是当场目瞪口呆 还好校长反应快帅气接住帽子重新戴好 仿佛没事一般继续拍照 财政要从空军官校毕业 出关就击落二级上将的军帽 一拳打下三颗星星 这段画面传到网络上直接变成迷音 当事人更亲自留言签到 说事后有跟上将鞠躬道歉 当下差点腿软跪下了 底下留言也很精彩是算当时这位毕业出关的心理阴影面积 以后拍照可能要禁止站立墙手势 有人开玩笑恐怕毕业级退伍 他是不经意他不是不故意 而且是不是前后的间隔距离太短 他在举这个手的时候 他为了展现他这个有力 他不是软绵绵 他为了很有力展现出来 他就举到胸前嘛 会不会就造成刚好打到他的帽子 虽然有些小兔子一年一度的三军六校联合毕业典礼 总算是顺利落幕 这季打掉上将军贸的升龙拳 更是国军战力强的最佳证明 记者凌晨杰黄卫才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